1997年11月8日,林郑英因肝癌晚期,在香港九龙盛德乐萨医院与世长辞,享年45岁。 林郑英小时候家庭贫穷,父母帮人包火石卫生,有六兄弟姐妹,林郑英排行第三。 与其兄弟姐妹一样,她曾在信义会小学就读两年,但其后辍学,之后在1963年至1964年,她加入了香港一个京剧团,并拜粉菊花,即与沾元为师。 并与其小福的成员成龙及洪金宝等人一同受训,和尊龙、回天寺、孟海、董伟等为同门师兄弟。 林郑英受训半年后即投入演出,第一个剧目叫《白沙滩》,但她的京剧生涯只维持了三四年,经朋友介绍下转行入了电影圈。 1969年,17岁的林郑英进入电影圈,并在邵氏电影公司工作,担任虎龙舞师。 其实,身材娇小的她,当过不少女演员的提升,例如郑佩佩。 1971年,李正英开始当武术指导,同年客串参演第一部电影,是由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电影《唐山大兄》,并与韩英杰合作担任武术指导。 而林正英最为人称颂的事件,就是这部片是李小龙亲自邀请,担任此片的副舞指,并在片中单演一绝,从此便与李小龙合作。 李小龙也是没有林正英在旁,宁可不开机拍摄。 1972年,在李小龙自编自导自演的动作电影《猛龙过江》,《金武门》中继续与李小龙合作,担任此影片的武术指导。 1973年,在李小龙原创香港电影《龙争虎斗》中担任武术指导。 此后几年内,林正英一直作为武术指导的身份在电影中出现,在《死亡游戏》、林世荣等电影中担任武术指导。 70年代末,由于李小龙去世,促使洪加班成立,林正英加入其中成为一员,之后他也成为洪加班的骨干之一。 洪加班当五指的影片,他都有参与。 1982年,林正英凭着电影《败家仔》赢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奖。 他在影片内展示齐勇春全,被认为是电影史上最佳者之一。 而他在另一部电影《人下人》中饰演一位老弱道士,并获得了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提名。 1983年,在喜剧片《奇谋妙计舞复兴》中饰演管家,同时也担任动作指导,获得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。 1985年,主演《僵尸先生》而走红,在片中饰演道长,正是由于片中的道士角色,奠定了林正英在之后的影片中形象。 1985年供应时一级轰动,票房狂收2000多万,由此掀起了真拍僵尸片的热潮,仅1986年就有十多部跟风制作上映。 片中人必呼吸可避僵尸的设计令人印象深刻,被不少同类影片模仿,演后令林正英一举成名,并获得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。 同年,还因参与电影《复兴高照》而获得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设计的提名。 1986年,林正英推出《僵尸家族》,上映后在日本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,也出现了短暂的僵尸热潮。 1987年,在僵尸题材风头正进之时,林正英拍摄了一部《林焕先生》,在片中依然以道士性向试人。 1988年,林正英主演电影《七小福》而获得了第2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。 在里面林正英饰演于湛元的师弟于华元。 1989年,在香港传统的《茅山僵尸片》,由于被众多跟风之作反复模仿毫无创新, 以致渐渐失去观众史,林正英为避免香港僵尸电影《潜旅继穷》自断生路。 1989年,在香港传统的《茅山僵尸片》,在香港传统的《茅山僵尸片》,